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人员也难以更好的服务 有些景区因为游客太多 已经负担不过来了 在打卡热的背后 应该有冷思考 今年的五一假期是出游的高峰 多处高速堵塞景区爆满 今年五月珠峰堵车 登山者非常多 死亡人数也一直在增加 但外国也没有好到哪去 如复工因为游客太多 导致员工罢工 不得不闭管一天 近些年来 冰岛成了热门旅游地 因为极光和星空等美景 吸引了200多万人去旅游 而冰岛只有30万居民 这个国家已经完全超债了 而且有很多的游客会在当地短期租房 因此景区附近房价暴涨 温泉度假地压力更大 这对当地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很多国家为了限制客流 不得不推出很多政策 比如高额罚款 甚至减少停止推广 一些欧洲古城塞满了游人 大量游人会给景点造成很大的麻烦 除了制造更多垃圾 设施也会因为过度使用而崩溃 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更是会让景区迅速衰败 美景被破坏殆尽 所以很多国家都对不文明的行为出台了高额罚款 打卡热背后更需要冷思考 游人会让城市和景区变得脏乱 难以及时清理 随之会出现宰客现象 服务质量也会下降 这些都会快速消耗当地的旅游业 未来将没办法持续盈利 所以限流是必要的 让每一个游客都享受高质量的旅游 才是景区长久发展的情题 而且游人也应当自觉闻你 小伙伴们对此现象怎么看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